这个世界真的挺小 前两天在一个微信群里 看到了一位校友 发的一份简历 他发的是 握了文档 本来我是没有时间 去把这个 简历点开看的 两份简历啊 一份中文的一份英文的 你看这个口罩谁就扔在街上了 只不过那个标题 我一看到之后突然想起了以前我的一个学生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教过的一个高三的一个女生 其实 并不是我在学校做老师 而是我在工作之余的时间呢 也带一些学生嘛 作为导师 英语导师 因为当时我刚去 另一个城市工作啊 就算是 调动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吧 到那之后呢 那个地方有 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吧 所有新来上班的人呢 都要给 单位的领导呢 去 打扫办公室 比如说 局长 副局长啊 所以因为我刚到那去吧 我当时也住在那个 地方的一个公寓啊 那个公寓呢 是提供午餐和晚餐 早餐不管啊 早餐自己解决 那个公寓的收费好像还挺便宜 然后 条件我觉得还可以吧 当时我就每天早晨早早的 因为 他那个公寓呢 离单位也很近嘛 然后我就 我记得当时买了一个二手的自行车 然后每天早晨早到去 到那呢 去 打扫 卫生啊 就是拖地 然后擦沙发擦桌子什么的 然后是给一位副局长啊 一位女的副局长 他有 哎呀 差不多有 50岁了吗 差不多 差不多吧 然后 后来呢 然后也听 一位 同事说 说这位 这位女的 副局长呢 她是 她的老公 就是 生病好多年了 好像是血栓吧 已经有十多年了 然后都是她 自己照顾好像也没雇人 就是一边 忙工作一边又要照顾 老公 她老公好像是 有点行动不能自理吧 就是说她特别不容易对吧 单位这头好多事要处理 然后家里呢还照顾老公 而且她的孩子是读高三 在高三读书 马上要考大学 后来有一次 因为我 给她打扫办公室嘛 我就跟她聊天 我就说 我说听说 您孩子是在高三 如果英语方面需要 因为我以前是英语专业嘛 也一直有学生带学生 我说如果需要 英语有些问题不懂的话 我可以给她讲一下 这样的 她很高兴 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 每天早晨我去她 办公室打扫卫生的时候呢 她已经到那了 她就把她的孩子 早晨带到 单位 然后就在她的办公室呢 就给她的孩子辅导 一会儿英语 有些 提 因为到了高三 有好多提 都 不太懂 老师可能 因为学生多 也没有办法都讲透啊 所以我就给她 辅导一段时间 有的时候 她还带一些 饺子呀 或者一些早餐给我吃 到了春节的时候呢 那天好像是 大年初一 早晨 又到我家半年 我是有点 受宠若惊 对吧 真的我觉得挺受宠若惊的 本来 自己也就是 别的也不太会啊 就英语懂一点啊 就给她 孩子指导一下 后来 在高考前夕呢 因为她的孩子成绩 其实 总分还是挺强的 只不过在 在高考前夕呢 有点失眠 有点失眠 然后身体就 出点状况 还 住院调理了几天 所以发挥的 不是太好 就没有考上 特别特别理想的大学 就是她的 本来应该考 比较高的分数 但是呢 整体的分数呢 没有考太高 不过也行吧 也考的学校也不是 对吧 对吧 不是特别好 但是也还挺不错的一个学校 学的专业是 会计学 好像她又后来又 她到美国 她在本科毕业之后呢 到美国这边又读书 又到日本 又交流 学习吧 然后 现在应该是研究生了吧 现在在求职 在 找工作啊 她的名字是很特殊的 她的名字不是说 咱们常规的什么王强 李军 对吧 不是这个 很大众化的名字 她的名字很特别 我一看这个名字 我说莫非是 以前我那个学生我就点开了 点开看了一下 她的简历 中文简历只有一页 左上角是她的照片 但是完全认不出来了 因为好多年了 当年我给她辅导的时候还是高三学生 现在已经是研究生了 其实早就认不出来了 然后我就看她的简历 然后一判断 对 是 就是她 但是我在后来 看简历的 看简历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比方说 有些小的地方 对吧 出现了一些 所说的simple mistakes 简单的错误 比如说 多打了一个字 什么的对吧 包括一些排版方面 她的 标点符号 有英文的多号 也有中文的多号 有的就 中间间隔特别大 有的还特别紧 离得特别近 后来我就想着 应该 告诉这孩子一声 我说 我想 我心里想 就是说 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如果这个简历 让这个 人力资源主管一看就 有一些简单的错误呢 就会觉得好像不太细心 对吧 就会没有一个好的印象 所以我就想了想 我就 给他打电话 因为上面有他的手机号嘛 他的 邮箱 留的是 谷歌的邮箱 gmail.com 因为他已经回国了嘛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如果 你回国 就业的话 那么有些 朋友在发邮件的时候 也许不方便 发国外的邮箱 我说建议你可以 选一个国内的主流的 这个邮箱好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也指出了他哪些地方存在 一些问题啊 包括他写的 包括他的政治面貌 他也写了 对吧 包括他 很详细的 籍贯呀 很详细的出生年月日 也都写了 我说好像 没有必要 我说不用写 哪天出生 我觉得你就写的年月就行啊 对吧 另外籍贯其实我个人觉得也不一定写 因为他可能更侧重的是你 对吧 这个 性格呀 能力的方面 另外 他写所获得的奖励啊 说曾经获得过 学校的二等奖育金 我说我不太建议你吧 获得二等奖育金这个写上 说 这样会显得好像你的重点都在学校啊 因为 佣人单位在 招员工的时候他都希望 这个员工他跟学校的联系要少一点啊 对吧 或者我也在想如果他写获得 二等奖育金那么 招人的 这个公司可能会想那么 一等奖育金呢 对吧 你获得二等的那么我们想招一等的 对吧 啊 后来我就 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 因为我在美国这边 他在国内嘛 我给打电话的时候呢 在前面是加的是 01186 之后呢 再拨他的手机号就拨通了 因为我新 用的这个手机卡是 每个月可以打国内的1000分钟吧 就是 包含在这个套餐里 啊 然后 一开始 拨通了 但是他没接啊 震灵音想了好一会 他没接 然后我又接着拨 因为我看时差 当时美国这边是 呃 凌晨一点吧 然后国内的是下午三点多 我觉得应该 他在 求职的过程中应该是会接电话的啊 对吧 应该是会接的 然后我又接着拨 接着拨呢 响了一声半 然后就 话筒里传来了 对方忙 无法接听电话 我就想啊 他肯定是把这个 电话直接按掉了啊 就觉得这个号码不太熟悉 之后呢 呃 我也想有可能他是 有事开会什么的忙啊 后来我就给 国内父母打电话哈 我问 父母我说 呃 我说我这个电话号码显示什么呀 有什么显示啊 然后 呃我父亲说 显示的是 呃 6 0001 完了后边呢 十位数是我美国的这个手机号 然后他说还显示 呃这是境外电话 请小心接听 要谨慎啊 预防骗子什么的 就这意思啊 我说啊 我说那我明白了 我说我就心里想那肯定是 我以前这位学生他看着这个号不熟悉 另外 屏幕呢有提示境外电话要要小心 他可能觉得这片子就没接啊 后来我就想睡觉 但是后来闲了想还是应该告诉他一声 因为毕竟这个对于一个求职的学生 因为首先他 他是我以前的学生对吧 这个老师 跟学生的这个 感觉呢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你以前教过的学生你总希望他 很好啊 他找到很好的工作呀 也很顺利呀 呃有着这种 就像 人们所说的医者 父母心啊 这个医生呢 应该 对患者就像父母对子女一样 老师对学生其实也是啊 就是希望 这个学生对吧 更加优秀啊 或者至少能提醒他 呃 后来过了十多分钟 我又打的又拨的这个号 拨通了 然后我说是某某某同学吗 他说是 我说我正在看你的简历 然后给你提几个小建议 然后他 就把他的 他的那头就把他的简历拿出来 然后我就告诉他怎么怎么改 说了大约十一分钟吧 其实 我 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 我当时也有点 想着不想 我就想如果他不问我是谁 我就不不说我是谁 我就没有说 所以从电话接通 我说是某某某同学吗 他说是 然后我就警戒我就说这个简历应该怎么改 简历怎么改 然后后来我说完之后说啊 我说OK就这样吧 然后有啥问题再联系 然后我就挂断了 他也没有说什么 之后我就 准备休息了 我的手机设的是静音嘛 我的手机平时 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设的静音 要不然的话每天这个 微信呀什么的这个电话这个声音太多了 叮叮当当了 然后后来我在睡觉前 我的手机要关机的时候呢 我突然看着有一个 未接电话啊是他打来的 我也没给得回 没给得回因为我要睡觉了嘛对吧 然后另外我想着如果他 他给我回电话可能他还是想着问我是谁 我估计很可能 因为此前已经打了十多分钟了已经把这个 呃该说的都说了啊 就是他我估计他是 把电话 挂断之后想起来要问我是谁 啊仅此而已 没有什么是意义了我觉得 啊 也不是没意义只不过 时间有点晚了嘛 然后也想着我也想着要睡觉了啊 凌晨一点多了 因为 经常晚睡觉对身体 这个元气会有很大的损伤吧 呃 我就 没有我就没有再给他回 我把手机 关机之前呢 我就 加他的微信吧 我就用他的 用我的微信搜一下他的手机号 然后一搜搜到了一个微信啊 然后我就 留言啊 我就说 我说某某同学你好 我是 给你打电话探讨简历那个啊 我就给他留言 然后大体 过了两天 那边也没通过啊 也没有通过我为 微信好友啊 就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挺感慨 就是说 现在这个社会 呃 当然各方面发展的挺快啊 这个人的思想 也对吧 更全面了 可能 可能我是理解他有这种防范的心理啊 但是实际 就我来说是很简单的 就是想单纯的 告诉他这一点啊 就好像 所说的看着别人家孩子要掉井去了 拽一把 仅此而已啊 呃可能从他最开始的 呃不接我的电话啊 然后以及 到后来我加在微信他没有确认 呃其实我加在微信我也 反复的思考了 我是我觉得可能 加在微信呢可能用处呢也就在于 他的简历 如果改了之后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他可能通过微信发给我会方便一点 仅此而已啊我并不是 呃并且也是真的没有时间 真的没有时间去 太分散自己的经历了真的 呃但是其实还有好多感慨啊这个感慨 也很难去表表达吧对吧 对吧一表达出来 对吧觉得好像我是小人之心对吧 但其实还不是啊就是 啊就就就就就这样吧社会挺小的这个世界挺小的 呃 这点挺好啊可以造成社会运行的成本 很低 呃在中国国内呢可能 人们之间相互 可能考虑的多一点 对吧 呃有各种 比方说涉及一种利益的考量呀 或者出于防范的考量啊对吧 比如说 在美国这边好像我觉得 我很喜欢美国的这一点 有一次我去 亚洲超市买东西买了好多东西 然后把这个购物车推出来 然后就 往自行车车筐里呀 收件备里放这些东西 因为他这个 疫情期间好多事情都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在那买东西的时候 在交款的时候他都会问 你要几个塑料袋要不要塑料袋 然后 现在他不问 只是在收款的地方呢堆着好多塑料袋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拿 因为他在忙着扫码 然后我如果拿塑料袋 因为我知道他以前是收费的嘛 现在我不知道收不收费 我就不好意思拿 然后 后来呢 一大堆 然后就在购物车里就推出来了 对吧 所以很难说 我是希望 我更喜欢以前的 比如说你去 买东西 你就能够估计 需要几个塑料袋 交款之前 营业员会问你 要塑料袋吗 要几个 然后直接他就把这个款收了 但是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不问 只不过是在 这个 他有传送袋嘛 在扫码之后 这个传送袋这个商品就 往外传 然后 你就可以往车上装 然后再离开这 有一堆塑料袋 我还不好意思拿 所以 弄得我当时 在往车框里 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有点 有点尴尬 然后正好有一个女的老美 一个白人女性 年轻女性 他开着车 他离我的自行车比较近 他就把他的后备箱打开 拿了一个塑料袋给我 就问我 Do you need a bag? 我说 我说 Bana thanks 我说非常感谢 他问我你需要塑料袋吗 我说非常感谢 我就赶紧 把那个塑料袋拿过来了 觉得很感动 就是白人 你看他 给你塑料袋 就是素不相识 对吧 而且 他给你塑料袋呢 以后也就不会认识 他只是一种 单纯的善意 据我来说 我其实也是这种单纯的善意 包括 有些朋友说我 可能不太爱跟人交流 其实华人朋友 一般来说有这种 心理的 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感觉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跟他说话呢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对他有敌意 就像以前 我在国内上班的时候 比方说跟一些公司的领导 走得不近 那么这个公司的领导会觉得我好像对他有敌意 其实并不是 其实 很多时候 我只是想把这个关系弄得简单一点 就是 我来上班 我做工作 下班我就走了 仅此而已 我不想 把同事 之间的关系 或者 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弄得无限的复杂 因为 经常有这种情况 有的单位 有的公司 同事之间 上下级之间 称兄道弟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太喜欢这样 我总觉得 同事就是同事 然后 朋友就是朋友 家人就是家人 然后对于一些交往过程中 我还是倾向于保持 一些距离 当然有的朋友说你 如果说多跟别人交流 是不是就能够 更加达成 共识啊 我觉得 我其实觉得不是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 是有彼此的 这个气场 就像 所说的 酒缝知己 千杯少 话不投机 半句多 但事实上 这个世界上 这个社会上 并不是说 他不是你的朋友 就一定是你的敌人 有的时候 詹斯拉是我的朋友 李四是我的敌人 王五呢 既不是朋友 也不是敌人 只是熟人 对吧 陌生人 就是他分很多类 我觉得不一定 去 强迫自己啊 去跟别人去 搞一些交往呀 或者说跟别人 把这个 关系故意的去弄得很 很融洽 我觉得没必要啊 就像有些朋友可能从 这种人际交往的这种角度呢 觉得你用一些 技巧啊 不管是语言技巧 还是 这个交往的技巧呢 去 去 融洽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 我不想这样做 包括以前 我在国内也好 在美国也好 就是我帮助别人的时候呢 我是真发自内心的 想帮助他 帮助完了就拉倒了 我并不求 他有什么回报 对吧 也许这种善意呢 是需要他在 以后的人生中 他遇到 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呢 他去帮助就OK了 对吧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并不是说点对点的 我帮助你了 你一定要帮助我啊 就比方说 你今天做饭 我给你一头算 你马上第二天给我一根葱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这样 对吧 如果他今天需要算 我送给他一头算 对吧 只是我想帮助他 我并没有考虑算 我也不希望他第二天给我一根葱 对吧 对吧 我 但是很多人呢 他就是觉得 对吧 就说他 帮助你了 你一定要把这个情找回来 我觉得好像并不是这样 包括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次 我记得去洛杉矶啊 然后正好 我视频里一位观众朋友呢 一位女士 然后他 可能想了解美国的一些更多的知识吧 对吧 因为毕竟 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是律师 我在美国的时候 其实 也很关注美国这边法律方面的一些事情嘛 他想了解一点 我可能 了解的更深入啊 我去那边之后呢 丁胖的广场嘛 我到那边之后 他在那个广场的应该是 我有点专项啊 反正在那个广场附近住 我去他的租住处啊 他是有两个孩子 有一个大女儿 上高中吧 是 往来有个小儿子 是上小学好像是 然后他老公好像也是坐 做什么了 开 开叉车吧 是做什么 他们也刚来美国 好像时间不是特别长 是他的女儿先在美国这边读书 后来呢 他 好像 他们一家四口 好像后来都来了 好像是这意思 但是我也没有问太多 我到他那之后呢 然后他 然后他家里好像也没有什么水啊 后来他 让他的小儿子用饭碗啊 给我 倒了点这个凉水啊 就是这个纯净水吧 是什么水 我也不知道了 我就说 热人嗓子就跟他说话啊 然后刚坐那 他就拿出一张一百块钱 美元给我 我毫不犹豫的推给他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你有什么想了解的 你就 呃 现在跟我跟我说 然后呢 我给你探讨一下啊 对吧 然后他说 别别带了 咱们去饭店吧 然后他就拽着我去饭店 去附近的 我我我我 我坚持不去 我说 我说 我说咱们就 呃 速战速决 就是说 你有什么 比如说希望我帮着你分析的 然后你就 现在就可以说 对吧 然后我这边其实 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啊 然后他就说了 我就 当场把他 帮他分析吧 对吧 从我以前 在中国做律师的这个经验啊 对吧 或者我对美国的这个社会的了解的 这个程度呢 帮他分析 分析完之后 我说好 OK 我说 没问题了 我走了 我就走 后来他就追出来 然后他就慌忙的穿衣服追出来 他这个穿衣服啊 别误会啊 他只是说穿着外衣啊 就叫 就说 不行不行 我要请你吃饭 这样的 你就 你没收钱 你还不吃饭吗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我真有事 反正他坚持跟着我后边 他老家是山东的 我记得 完了 一路走到了这个 附近的这个商业区 然后就要去饭店 但是我还坚持不去 然后那时候 后边正好一位 有一男一女 年轻人 然后问我 说你是 那个 看美国学语 那个汤姆吗 我说是 然后他们认出我来了 然后送给我一瓶水 到了最后 我还是没有去 吃饭店吃饭 我就走了 我觉得 对吧 就这样嘛 我觉得我帮 帮助就帮助了 就 就没什么 我 对吧 可能跟别人想的不一样 就是 平时做事情也是 做事情 可能我并没有去 过多的跟一些朋友沟通 但实际 至少我是确认自己 内心是很善良的 就是 我帮助你呢 我就 真心实意的去帮助你 帮助完了 就 完了 就OK了 我并不期待着 你一定要有什么回应 当然以前 我视频里所说的 帮助洛杉矶的 另一个 一个小伙子 帮助他处理一些事情 就是他所说的 递交移民申请了 但是一直没有 收到回馈 那天我是 直接 我带着他去移民局 然后 去帮着他问 这样的 好了 后来 帮他问完之后呢 我就离开了 之后呢 他又找我 又有别的事 我又 折返回了 然后又帮他处理完了 我再走 然后他说去 香港超市 去送我 什么的 我当时以为 因为我当时走的时候 已经是很晚了 已经是晚上了 已经很饿了 当时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 要着急赶回去 然后 我本来以为 他是给我 买一个面包什么的 结果到了那边之后呢 他就招着手 一个手揣在裤兜里 一个手招着手 就 就 拜拜了 我其实觉得 心里是有点不舒服 就这种不舒服 并不是说 你不给我钱 我不舒服 而是说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 这种交流就是这样 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去办 我们去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 那个女主人 她 在我们走的时候呢 给我们手里 每个人手里塞了两个鸡蛋 其实说 因为 人和人之间这种沟通 它就是煮的鸡蛋 就是说 我们去 你看 说煮鸡蛋 这就来鸡蛋了 来了鸡蛋了 这不知道谁扔了鸡蛋 就是说 她这个心意 她这个心情 是特别难得的 这个心意 是我特别感动的 对吧 就是说 我们去那么远 办案 帮着她处理事情 就是 我们并不 并不奢求 你给多少钱 对吧 但是 那个女主人 知道我们会饿 然后她家里 什么都没有 家里也很穷 然后呢 她就是 煮了鸡蛋 塞到我们手里 说路上吃吧 这个就非常感动 我觉得 这就是人心坏人心 对吧 虽然说 她只是煮了几个鸡蛋 对吧 但是呢 我心里觉得很温暖 对吧 所以我觉得 人和人之间交往 就是这样 就是 清淡一点 君子之交淡入水 我总是力求 达到最上境界 然后 同时呢 我 还想表达的是 真的时间很紧 精力有限 真的没有时间 去跟更多的朋友 去单独的交流 以前有一段时间 我基本上每天 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 跟朋友们交流 看视频的一些 朋友留言啊 交流 但是后来我发现 不行 真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很多事情做不了 所以现在我可能 走向另一个极端 现在我是完全不交流了 完全是做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只是 把做视频呢 当成一个爱好而已 我不想把它当成 我的主业 对吧 只是当成像 记事记一样就OK了 仅此而已 以前 在国内的时候 我也记日记 有的时候 在 有些时候呢 是把那个 日记记在那个台历上 当时的单位上班嘛 台历上只是记几笔啊 就是每天做什么事情了 去哪了 对吧 仅此而已啊 就是用 几分钟 十分钟 八分钟就记完了啊 所以现在呢 可能每天 做视频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做完视频呢 跟 视频的观众朋友的 交流再多 那么呢 就 弄了自己精力 就好的 就没有时间 去做其他事了 这个是我不喜欢的啊 我会 坚持自己的 这样的生活方式啊 很 很隐居的这种方式啊 静悄悄的这样活着啊 很清淡的活着 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状态 对吧 所以我并不奢求 很多人理解我 不理解就不理解啊 但是呢 我只坚持做自己 只去寻找自己 真正喜欢的 这种生活方式啊 这就够了啊 好吗 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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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